哈囉大家好我是飛 那各位可以看我們身後就是超派炸雞的鳳山店 那因為之前超派炸雞通常都在北部和中部吧 那我自己就很好奇 號稱狗都不吃的雞排到底吃起來怎麼樣 畢竟呢 超派炸雞真的是前陣子那個地溝有風波鬧的沸沸揚揚 然後往上也是負面評論很多 所以我就決定來開箱一下 那今天11月29日就是他們試營運的第一天 我們就快點來嘗試一下 那我們就先去點餐 好那我們剛才已經點好單了 我們就等一下我們的雞排到 那因為他試營運期間一天雞排99 我點的是紅的超派大雞排 我們就等下來試看到底他的雞排吃起來怎麼樣 OK吧吃起來 這環境就跟超哥講的一樣是一個半夜店的風格 很少看到雞排店弄那麼好的椅子 好那我們剛才拿到我們的超派大雞排 紅炸雞 我們就吃吃看他的紅的吃起來怎麼樣 OK 那套成狗都不吃的雞排我們就要來開箱了 OK吧 他 他的皮不會到讓你覺得很酥 酥 但是他就是 還是有點咔絲咔絲的口感 然後肉質 就跟你講 蒜厚啊 他這個雞肉可以看到蒜厚 他有沒有出現TOYS之前分享的 什麼沒有雜透的感覺 但麵粉皮的確是偏薄了點 然後麵衣好像 我覺得可以在炸大概多個30秒左右可能會更好 但是我個人喜歡 那吃起來我覺得 沒有到狗都不吃得等級啊 真的 哇 然後他在麵衣比較重疊這個部分 那麵衣好像沒有炸透 我覺得這比較可惜的地方 他們牙頭應該會更好吃 不只在他的雞肉是有特別醃過 所以要去 算是有味道 我覺得不用吃辣味的味道都還算不錯 但整體來講以滿分10分的話 給個6-7分我應該可以接手 四餘韻99塊 大家可以去嘗試一下 然後呢 配個可樂 那是很舒服一件事啊 敬大家 如果你有興趣啊 可以試一下 那你同樣價格 我覺得天使雞排或是惡魔雞排 應該也是跟這個差不多的 就看各位的選擇 因為天使殺雞現在可能是100左右 他現在99 趁著試運期間趕快來吃一吃 然後呢 你喜歡就可以再來吃 你不喜歡 也不要再來 好啦 反正我也沒收葉配 就是我個人的分享 那感謝各位今天的收看 我們下次再見 掰掰